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历史百家。 锦旗大雪峰山,救我狗命,在救助两名雪天,自驾游被困山中的女大学生后, 明波于瑶市公安局良弄派出所,收到他们发来的快递, 内有一面写着这八个字的锦旗,以及方便面,火腿肠等。 我们送锦旗感谢民警的帮助,但不想弄得很严肃,觉得这样写好玩。 12月20日,其中一名女大学生,告诉澎湃新闻,3W.PHEPAPER.CN, 她是江苏人,在上海读大三。 8日,她与一名同学在宁波会合,租车前往四名山洪山林湾, 返城遇大雪被困,索性得到民警帮助。 据介绍,当天上午,她和同学在宁波租了辆车, 自驾前往鱼窑梁农镇的网红景点四名山洪山林。 18时许,根据导航返回宁波时, 开至梁农东西村和陆亭相交界处的一条山路, 因为雪越下越大,天黑路滑, 车子卡在狭窄的上坡路, 无法掉头,也无法前进, 指,原地,我和辅警推着警车掉了头, 与一名辅警带他们先下山, 送到梁农镇旅馆安顿。 10日,一名女大学生给少银薇发微信, 说已开车返回, 谢谢警方帮助, 并表示要买点东西表示感谢, 少银薇婉拒. 14日,派出所收到一件来自江苏的快递, 里面是写有大雪峰山, 救我狗宁的锦旗, 和一些方便面, 火腿肠等。 以往送锦旗都采用公文化语言, 书面化语言, 现在年轻人会用生活化, 日常化的语言, 这些带感情色彩的语言, 体现了一种更平等的交流。 浙江省社会学会会长杨建华, 告诉澎泰新闻。 据报道, 明波市公安局宁州分局中宫庙派出所去年8月, 接到一名女护士报警, 称放在医院柜子的钱包被盗。 警方抓获嫌疑人后, 这名护士送来锦旗, 上书长得真帅, 破案真快, 去年11月, 浙江东阳市公安局男士派出所, 帮助一位女士, 找回走丢的萨摩烟犬后, 收到一面破案。 神速, 救我狗命的锦旗。